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堕破苍雄》第982章 灵魂残印 天北城之外的天空硝烟身形停滞了片刻 旋即一声叹息 身形一转便是化为一道流光 对着远处天际闪躲而去 在飞出了将近百里之外 硝烟的身体突然一顿 那冥魂体内的磅礴气势顿时犹如缩髓的海绵一般 迅速地消失而去 时间到了吗 感受到体内迅速减弱的力量 硝烟也是不由得苦笑一声 目光在四处一扫 然后身形一动 便是落在了下方一处拐石林里的山峰之上 你这次施展力量太过凶猛 导致体内也是出现了一些伤势 还是先赶紧疗伤吧 不然怕是会留下后遗症 另外 日后若非关键时刻 还是少借用我的灵魂力量 这几天我发现 每一次你在施展了我灵魂力量之后 便是会在你体内遗留下一点我的灵魂残忍 这东西若是多了的话 恐怕会令得你这具身体对你的灵魂产生抗拒性 到时候 灵魂不能与肉体完美融合 你哭头来不及 在硝烟落下地之后 天火尊者对有些凝肿的声音也是传了起来 门言 硝烟不由得脸色一变 这段时间 他隐隐间也是有一点点的这种感觉 但却并非往这上面想 毕竟当初他也借助过要老的灵魂力量 但也并未出现过这种状况 虽然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但硝烟还是点了点头 天火尊者不会害他 既然这么说了 那自然不会是危言耸听 唉 看来这种借助着别人的力量之事 还是有着不小的后遗症啊 日后要小心一些了 硝烟轻吐了一口气 在心中暗自道 在心中将各式记挂着 硝烟目光四处扫了扫 宣记身形移动 出现在山峰那陡峭的山壁上 重齿挥洞 宛如切豆腐一般的 碎石飞蛇间 便是开辟出了一个可容忍居住的小山洞 如今之际啊 还使得先将体内的这些伤势修复 毕竟虽说这一次击溃了封雷北阁 但想必他们并不会善大甘休 不过硝烟也不怕 中州如此之大 光是这北域便是辽阔无尽 封雷阁虽然能够算上是一方剧情 但这北域之内能够与其匹敌的势力也并非是没有 只要离开其势力范围 想必他们也拿自己没辙 至于拿韩家要挟这种事啊 一次应该便是足够了 别人也都知道 自己与韩家交情并不深 想必那风雷阁也没那么蠢的每次都行此举 毕竟再来第二次的话 不仅会遭人口舌 而且韩家怕也会是真的会疯狂起来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更何况这在天北城有头有脸的韩家 心中闪过这道念头 硝烟深性一动 便是躲进了山洞之内 然后迅速盘膝而坐 从那间内取出一枚丹药 塞进嘴中 双手摆出修炼印节 缓缓地进入了修炼疗伤状态 硝烟此次的疗伤足足持续了将近三天时间 这三天内呀 他几乎是将身体里里外外地检查了一个遍 果然是觉察到了一丝极淡的灵魂残印 这种灵魂残印气息淡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却能够深入人体内 所幸如今这残存的灵魂气息并不多 否则的话 那后果的确会极为严重 哎 果然呐 这东西可真麻烦 在发现这些灵魂残印之后 硝烟也是苦笑着叹息了一声 并且当其在试探着使用斗气 顺着一伙 试图将之抹除 但却依然失败后 苦笑不由得更浓 还好此事发现得早 不然日后这灵魂残印多了起来 他恐怕也只能逃脱这举生俱来的身体 化为跟天火尊者他们一样的灵魂体了 虽然这些灵魂残印不多 但毕竟是个麻烦 以硝烟的性子 自然是不会容忍这种潜在致命的麻烦存在于体内 不过在他使用各种方法皆是失败后 也只能无奈放弃 山洞之中紧闭双眸的硝烟缓缓睁开双眼 此刻他的气息再度回复着巅峰层次 举手投足间便是有着浑厚的斗气在指尖拨挡 九星斗黄的确比起七星要强上许多 这灵魂残印的确棘手 但也并非是不可能屈楚 我记得似乎有一些丹药便是能够办到 睁开双眼 硝烟低声喃喃了一声 旋即手指轻轻地触着药老所留下的漆黑戒指 灵魂力量进入而尽 在这里面有着药老毕生所藏的众多药方 这是他所留给硝烟的一笔宝藏 从某个方面来说 甚至比古灵冷火还要更加宝贵 若是没有这些药方 硝烟的炼药师之路 必然也将会变得缓慢许多 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搜索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之久 身体保持着纹丝不动的硝烟 眼睛猛地睁开 眼中透着一抹惊喜之意 手掌一晃 一卷古朴的漆黑色卷轴便是出现在手中 清魂丹 六品顶级丹药 能够清洗体内一切不属于本身的灵魂之力 并且还有着瘟氧灵魂之功效 炼制材料 清体草 冰火熔红果 水灵莲子 灵魂力量浸入卷轴 将其中的药方资料尽数印在脑海之中 戴德消炎乔德那清魂丹的功效之后 脸庞上的笑容也是变得浓郁了许多 六品顶级 等级倒是不低 不过应该能够炼制出来 至于那些材料有些偏门冷屁 多打听下或许还是能够弄到手 反正此事不及 体内的那些灵魂残瘾还难成什么气候 还有着足够的时间 将药方细细的品读一番 硝烟也是低声自语的难难道 有了解决的办法 硝烟心中也是大松了一口气 将药方收入纳界 略微沉眼 手掌一招 四卷银色卷轴 出现在了其面前 卷轴通体璀璨 无数碗如血脉般的血丝蔓延而出 隐隐看去 透着些许悬疑之感 这四卷卷轴 自然便是硝烟从风雷北阁四位长老手中所得来的 想必这三卷 应该便是三千雷幻身的其他部分了 硝烟屈指一身 将地妖魁召唤而出 然后将卷轴抛过去 后者立马一把抓住 听话的将之瘫开 不出硝烟所料 卷轴之内 都是隐藏着一道凶悍的雷霆之力 望着那被震吠而出 将山洞山壁震得突现了许多距离的地妖魁 他不由得黑黑冷笑道 哼哼 这风雷壳的家伙 都是如此阴险的 手掌一招 将三卷银色卷轴 吸入手中 硝烟灵魂力量迅速 转入而进 灵魂力量进入卷轴 其内的空间 于沈云那卷轴之内 如出欲辙 在那空间下方 都是有着一个布满雷霆的雷池 硝烟清澈熟漉的 将其上那些灵魂力量 所画的雷霆抹去 最后清澈的湖面上 再度涌现一些 玄傲的雷霆字体 仔细地将这些字体 记述地印在脑海中 硝烟灵魂力量退出 最后进入第三卷 第四卷 大约半个小时后 硝烟的灵魂力量 缓缓地从第四卷卷轴之内退出 玄机闭上双眼 整理着脑海之中 那宛如有着生命力一般的 玄傲雷霆字体 整理持续了大约十来分钟 硝烟睁开双眼 眉头却是缓缓皱了起来 四个卷轴之内的雷霆字体 融合在一起 倒的确像是一个完整的版本 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硝烟却始终难以从中 得到所谓的修炼方法 这种感觉就犹如得到了一个宝箱 但却少了一把钥匙一般 钥匙 钥匙 嘴中轻轻呢喃着 片刻后 硝烟手掌猛的一物 对了 的确是缺少了一个 能够将这些玄奥的雷霆字体 转化成修炼之法的钥匙 但至于这个钥匙究竟是何物 他也是不知道 恐怕能够知道的 只有那风雷阁 够资格修炼此法的人吧 但人家很明显 不可能将这种秘密告知于他 哎 该死的东西 狠狠地咬了咬牙 硝烟忍不住地骂了一声 费了这么大的劲 结果搞了一个 能够看不能练的地阶高级斗技 在手中 这看的人啊 心痒痒的 简直就是折磨人呢 一个破东西搞得这么麻烦 等日后小爷得到了三千燕烟火 打上你风雷阁 让你教出修炼之法 极为无奈地将卷轴收入那界 硝烟忿忿不平地骂道 哎 这东西也只能暂时放在一旁了 如今得罪了风雷阁 只能心避避风头了 找一个有空间虫洞的城市 离开这片区域 中州北域这么大 即便是风雷阁 也有插手不到的地方 等脱离了风雷阁势力范围 赶紧地找到材料 给天火尊者炼制躯体 那将会是一个绝大的助力 而且我也得想办法 尽快突破斗黄 进入斗宗层次 最好是在丹会之前达到 硝烟站起身来 将低妖魁也是收入那界 在心中喃喃自语道 心中有了定计 硝烟也不过多停留 背间一颤 鼓翼徐徐地舒展而开 旋即一阵 便是化为一道流光 闪躲而出 最后消失在远方天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斗魄苍雄 第983章 天山雪潭 化古城 一座规模丝毫不比天北城 弱小多少的城市 不过 不过与天北城距离倒是颇远 隐隐算起来 勉强是处于 风雷阁的势力圈之外 这座城市 由一个名为化古门的势力 所掌控 几下 虽然有着不少的其他势力 但却始终难以 和化古门相抗衡 而且 这化古门做事 也极讲分寸 即便有利益 虽说会占大头 但也不会独自吞噬 因此这些年来 倒一直是化古城的霸主 很少有其他势力 出来与之挑衅 化古门那 主修水系功法 倒也有着几分诡异 与人交手 按尽不知不觉之间 浸入人体 柔尽化开 一旦中招 浑身骨头 都是会出现软化的情况 因此 这化古门 即便是放眼周边城市 也是颇有名声 而这座城市 也是硝烟在离开天北城之后 一路疯狂的赶路中 首次选择停歇下来的地方 这一路而来 它全部都是选的深山老林 并且沿着一个方向 闷头赶路 按自猜测 应该是逐渐的脱离了风雷阁的地盘 而且它人生地不熟 连路线都是不知道 如此乱飞也不是个事啊 所以得先搞一份北域的地图在手 这样也不至于像个无头苍蝇一般的乱窜 再者 它要炼制青魂丹所需要的那些材料 也得在这些城市之中搜刮一下 还有一些情报 也得需要打听 画古城之内 主调颜色便是一种淡淡的苍白 一眼望去 就犹如一座用骨头搭建起来的城市一般 看得人心头隐隐泛起一股寒意 不过城市之内的人气倒是丝毫没有因此而减弱 冲天的喧哗声 即便是隔着老远 都是能够清晰可闻 这是这几天疯狂赶路中 硝烟第一次进入人类城市 感受着那冲天的喧哗 不由得有些不太适应的感觉 当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信不得走进城市 中州北域的地图 倒不算是什么太过稀罕的东西 硝烟在城中没费多大的劲儿 便是找到了一间 名为图格的地图商店 进入其中 望着那堆满其中的众多地图 突然间略有点失神 当年在加玛帝国 第一次遇见海伯东时 似乎便是在一间地图商店之内 而他也是因此得到了 敬连要火的第二张残图 想到敬连要火 硝烟心中便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自从得到第三张残图之后 他便是再没有了那好运 碰到第四张 这令得他极为遗憾 敬连要火在一火榜上排名第三 连要老都是只闻其名 未见其醒 因此可知这东西的神秘 有的精明 硝烟瞥了一眼 这老者的实力刚刚达到斗尸程度 看来修炼天赋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位小兄弟 是想要购买地图吗 见到硝烟进来呀 那名老者连忙起身 小咪咪地迎道 对 给我一份制作最齐全的北域地图 硝烟点了点头 随意地说了一声 目光缓慢而仔细地在殿中扫过 半晌后却是失望地收回了视线 他倒是还有些痴心妄想地 想着当年的事情再次发生 小兄弟呀 这是你需要的北域地图 乃是我店制作最为详细的 仅仅只售三万金币 老者迅速地从一个柜台之中 举出一卷特为精美的卷轴 递给硝烟笑道 三万金币 听得这个价格呀 硝烟不由地翻了翻白眼 这老家伙宰人可还真是不余力呀 随手将地图摊开检查了一下 倒也的确有些详细 当下也懒得跟他扯什么 将金币尽数付给他 转身便走 小兄弟稍等 在硝烟转身时 那老者突然叫道 怎么 硝烟眉头一皱 问道 我看小兄弟面生得很 应该不是这化古城的人吧 难道也是位天目山脉的天雪山坛来的吗 老者笑着问道 天目山脉 天深雪坛 这两个名字啊 令得硝烟一愣 倒不是因为陌生 而是因为他自从进城之后 已经不下十次听见这两个词汇了 不过 对于这之中 究竟蕴含着什么奥秘 他便是不知情了 见到硝烟这般模样 那老者也是愣了愣 愕然的道 小兄弟连天目山脉 与天深雪坛都不知道 哦 我最近才到北域 所以不太熟悉 老板可否说说 硝烟随手丢出一袋金币 落在柜台上 饶有兴致的问道 对于那能够成为众多人口中焦点的天目山脉 他也是颇感兴趣 天目山脉上的天深雪坛啊 可绝对是大名鼎鼎啊 即便是整个中州北域 也几乎少有人不知晓 据说每三年 在一山脉之顶的一座火山口上 会出现天地能量潮汐 而潮汐过后 火山口内的天深坛 会被一种极为奇异的红色液体所充斥 而这便是天深雪坛 这雪坛只会存在五天时间 然后便是会尽数消失 老者笑眯眯地将金币收好 然后正色地诉说着 那雪坛有何作用啊 硝烟淡淡地问道 据说能够帮助一些斗魂巅峰的强者 突破至斗宗层次 而且就算是斗宗强者进入其中 也是能够起到洗髓法骨之效 令得其实力有所提升 反正那雪坛效果极为的神奇 每三年 那天目山脉都是会被无数来自中州北域 甚至其他地方的人挤满 而下个月呀 则正好是三年之期 因此最近有着无数人在往天目山脉赶往 不过天目山脉极为辽阔 其中高阶魔兽众多 山顶终年被云雾笼罩 所以若是小兄弟想去的话 可以在老夫这里购买天目山脉的地图 减减四万金币 有了地图协助 你一定能够赶在其他人之前 抵达山顶 老者黑黑的说着 终是将他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 文言 硝烟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这老家伙说了这么多 原来是想让自己推销天目山脉的地图啊 不过 若是他所说属实的话 那天山雪坛还真是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难怪会令得这座城市中的那些人 兴致勃勃地谈论 而如今的硝烟呢 也正好处于九星斗狂层次 距离斗宗也不远了 可若是依靠正常修炼想要突破 那时间必然不会短 可硝烟或许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布提丹会已经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而且他还要帮天火尊者炼制躯体 按照当初药老所说 炼制躯体有三种条件 一 生骨容血丹 二 七阶磨合的精髓血脉 三 斗宗强者的骨骸 耗量者以硝烟现在的能力 要弄到手也并非是很难 但那生骨容血丹 却是七阶顶级的丹药 以他现在的炼药术 根本就炼制不出来 除非他能够达到斗宗层次 否则的话 成功率将会低到一个可怕的层次 小兄弟 老夫可是为你好啊 那天参雪坛虽然效果神奇 但顶多只能够十个人使用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那十个人之后 抵达天参雪坛 那也只能够望着空荡荡的雪坛 等下一次的三年了 见到硝烟布表泰雅 老者连忙地提醒道 哦 听得这话 硝烟也是一正 玄机笑着点了点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他怕是还真的 得提前启程了 天参雪坛效果神奇 被其吸引而去的强者 定然不会少 如果去晚了 说不定还真是只能 等待下一个三年了 见到硝烟点头 老者顿时大喜 喜悠悠地取出一件图纸 在心中黑黑笑道 嘿嘿嘿 又宰了一个肥羊 这是今天第几个了 对于老者心中所想 硝烟自然不知道 而且就算知道 他也懒得计较什么 这地图或许不值这么多钱 但这关于天参雪坛的情况 在他看来 却是远超这个价格 随手付清金币 硝烟将地图收入纳界 然后便是在那老者 笑眯眯的眼光中 行出了店铺 出了店铺 硝烟又是在城中一些药材店 挂了一圈 倒也并非没有收获 至少是将炼制清魂丹 所需要的那水灵莲子 弄到了手 虽然价格不便宜 但对于急着想将体内的 灵魂残验消除的硝烟来说 自然是没有什么好可惜的 在化古城内逛了一圈 在多打听了几次之后 硝烟对于那所谓的天参雪坛 也是更加了解了许多 那老者也的确没有框塔 下一个月便是那天参雪坛 再次出现之时 而且现在似乎北域的无数人 都是在往那天山山脉赶过去 在城中一处客栈直前停下 硝烟望了一眼 街上众多的人影 这里很多人的目标 都是那天木山脉 等在这里休整一夜 明天我也动身 前往那天木山脉 若是能够在那十名之内 进入天山雪坛 说不定真的还能够帮助我 突破至斗宗呢 一想到若是真的能够突破 硝烟心头不由得 变得滚烫了起来 这中州果然不会是 斗鸡大陆的中心 这般神奇之事 在其他地方可真是极难出现 不过如今既然出现了 硝烟自然是不打算将之放过去 第二天 硝烟在房间中略作整理 然后便是行出房间 但他并未立刻动身 而是走上客栈的二楼 随便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 客栈的二楼人流众多 基本上是龙蛇混杂 这里的消息一般说来 流通性极强 而硝烟在要了一壶清酒之后 自身自饮间 耳朵却是将周围那些 众多吵闹之中 谈话之声收入耳中 也正如他所料 如今的这个化古城的焦点 几乎都是停在了 那所谓的天母山脉之中的 天山雪坛之上 不少人在说起时 皆是脸色占红 脸庞上的贪婪之意甚浓 看来那天山雪坛的诱惑力 实在是太足 据说这次风雷阁 还有万剑阁 以及其他的一些比较强横的势力 都是派了核心精锐 前往天母山脉 看这模样 明显是冲着天山雪坛而去的 妈的 有了这些家伙的参合 那十个名额可就是越来越少了 天山雪坛可不是能让 每个人都进去滚一圈的 哼 没办法 谁让人家人多势力大呢 没个本钱的人呢 还真是别想参合 这事儿为妙 不然羊肉没头着 饿着一身骚啊 听到这里 消炎眉头不由得一皱 没想到这天山雪坛 居然连风雷阁这等势力 都是有着具备的吸引力 若是此行前去的话 撞见了 不是又要出一身麻烦了 中州四阁呀 每四年便是会有一场 名为四阁天的比试 而这参加比试者 便是各自阁中最为出色的年轻一辈 想必风雷阁与万剑阁都是冲着此去的 就是不知道 另外的黄泉阁与星云阁是否会来参合 天山雪脉虽然对于这些老家伙 没有太大的效果 但对于这年轻一辈来说呀 确实宝贝 在那里面泡一泡 洗碎法骨不说 说不定还能帮助突破瓶颈 据这一届的四阁天举行 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若是能够在这个时刻突破了 那本格胜率自然是要大增 一名面容消瘦的男子冷笑道 据说风雷阁有位凤小姐 修炼天赋极为可怕 甚至都是传言 他将会是东格的下一任阁主 而那万剑阁也不弱 号称天全剑的唐英 一身剑法通玄 即便是与些老一辈的强者 也是能够交手一二 堪称这北裕年轻一辈之中的佼佼者 若是他们二人相遇 不知道谁胜谁腹 这二人虽强 但与近日那名叫做硝烟的人相比 似乎也是略有不及吧 中州卧虎藏龙啊 谁敢万言为尊呢 一名脸上有着一道伤疤的男子 呲笑道 硝烟 那击杀风雷北阁的沈云 又是强行破掉其余三大长老 率中百下的九天雷日阵的那个人吗 嘿嘿 那是 你们是没有看见当天的天北城的那场大战 真他妈的精彩 那小子看上去不过二十几岁左右啊 但实力却是极为恐怖 以一己之力抗衡风雷北阁三大斗宗 而洪家老祖洪天孝下场啊更是极为凄惨 与他相比 那凤小姐甚至唐英又算了什么 话呀 可不能这么说呀 那硝烟虽然是强 但凤小姐与唐英也不是弱者 而且据我所知 当日是那硝烟使用了一种不为人知的秘法 强行齐升实力的吧 否则的话也难以和三大斗宗相抗好 听到突然转到自己身上的话题 硝烟也是不由的一乐 宣祭苦笑一声 从那街中取出斗篷 悄悄地盖在头上 他可不想因此而暴露自己的身份 恶来诸多不必要的麻烦 再次听了一会儿 就在硝烟打算离开时 那客栈楼梯处 一道银色身影却是缓缓出现 然后踏着楼梯走上了二楼 而随着这道银色身影的出现 这二楼顿时变得安静了许多 一股令的人 对有些感到压抑的气势 若有若无的 从其身体之内渗透而出 一看便是不是寻常之人 银色人影难以看清楚 其究竟是何年龄 一张脸庞倒是看上去显得有些年轻 但头发却是透着些许苍白之色 隐隐间透着一分老态 最令的人惊讶的是此人居然有着一对银色的白桶 极为罕见 银色人影上楼后 目光缓缓地扫过四周 然后便是对着靠窗的位处行去 片刻后在众多目光之下 停在了硝烟所在的桌子旁 不知能否一坐 银色人影冲着硝烟笑了笑 不过虽然嘴中这般问着 但这个人呢 却已经是一屁股坐在了硝烟对面 见到此人坐在硝烟的面前 众人的目光也是不由得射向硝烟 在见到他没有什么表示后 方才各自转移开视线 喧闹声音再度传出 硝烟抬起头 柳些疑惑地看了对方一眼 他确定自己没见过此人 刚于说话 天火尊者凝重的声音 突然悄悄地在其心中响起 硝烟小心一些 此人实力极为恐怖 握着酒杯的手掌悄然一紧 酒杯中荡起一群涟漪 能够让天火尊者都说出此话的人 那对方的实力 硝烟面上不动声色 微微一笑 说道 这里的位置又不是在下所包 阁下想做便做就是 不过在下上还有要事 便不做多留了 告辞 你连风雷北阁三位长老 部下的九千雷玉阵都不怕 难道还怕我不成 银色人影笑了笑 声音却是突然变得 红亮了许多 直接将客栅二楼的声音 尽数压下 当下一道道惊恶的目光 瞬间投射而来 最后停留在了硝烟身上 他 他就是那个硝烟 斗篷之下的脸色迅速变得阴沉了许多 硝烟目光盯着面前的银色人影 缓缓地说道 阁下究竟是何方神圣 亮出名头来吧 朵朵藏藏的可不是高人的风范 高人倒是当不上 我来此处 主要是想像你 讨一样东西 樱袍男子端起酒杯 笑着道 什么东西 硝烟眼眸微眯 体内斗气却是缓缓地运转而起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此人明显是冲着他来的 而且看这副模样 应该也不是来交朋友的 呵呵 三千雷换身 樱袍男子冲着硝烟一笑 轻轻的声音却是令得后者猛然站起身来 声音低沉的道 你是风雷阁的人 外人称呼老夫天雷子 樱袍男子手指点在酒杯之中 一丝雷芒窜出 宛如小蛇一般在杯中来回穿梭 天雷子 废天 风雷北格格主 银袍男子话音一落 周围顿时一阵酒杯落地的清脆声响 旋即一道道震惊的叫声 失声而出 听得那最后的风雷北格格主几个字 萧炎眼瞳突然一缩 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的 权重尺闪现而出 一尺便是狠狠地对着银袍男子脑袋 弩劈而下 低沉的阴宝声在赤上成形 隔着老远 便是将桌子镇成了一堆粉碎 对待老人家 你这样也太没礼貌了点 银袍男子淡淡一笑 一根手指轻点而出 顿时一道璀璨的雷光爆射 旋即狠狠地撞击在重尺之上 雷光如毒舌一般 闪电般地对着萧炎手中侵蚀而去 哼 见状萧炎一声冷哼 碧绿火焰自手臂抱涌而出 与那道雷芒碰撞在一起 一声霹雳声响 两者双双覆灭 的确是一火 不过以老夫的眼力 居然都是看不出 究竟是一火榜上的哪一种 见到那碧绿火焰 银袍男子眼中 已是闪过一抹诧异 轻声道 一击无功 萧炎那迅速收回重尺 身形一颤雷鸣声响彻 而其身形直接爆冲出窗户 被剑一颤 故意舒展而出 化为一道流光 嗖的一声 便是射出了成外 那股恐怖的速度 看得人一阵杂舌 哼 果然是三千雷动 见到萧炎逃跑 银袍男子却是并未 急着追赶 将酒杯之中的清酒 一饮而尽 玄机缓缓站起身来 望着萧炎逃窜的方向 嘴角掀起一抹 淡淡的冷笑 小家伙 你逃不掉的 如果如同雷长老他们所说 你身怀几种异火 若是我所料不差的话 先前我那从没有见过的碧绿异火 应该便是融合而成吧 能够融合异火的功法 老夫这辈子都是未曾听说过 这次倒是大开眼界了 费天微微一笑 银白色的双眼之中 有着一抹极感兴趣的神色 玄机脚步缓缓朝前一踏 身形也是如同鬼魅一般的 悄然消散 随着费天的身形消失 鸦雀无声的客栈二楼 方才逐渐的回复过来 众人震惊相望 没想到今天居然会是见到 这等传说中的老怪 而且同样令着他们极感诧异的 是这老怪居然会亲自出手 前来追杀硝烟 哎呀 那小子这次怕真是要倒霉了 费天那老怪呀 据说好些年前便是八星斗东了 不过他能令得费天这老怪 亲自出手 也足以名扬北欲了 这等待遇啊 可不是寻常人能够享受得到的 隐隐间有着一道道叹息声 在人群中传出 第九百八十五章 追杀 画古城之外 一道流光如闪电一般的锣骨 眨眼间便是冲进了 城市之外的连绵山脉之中 将古一施展到极致 消炎速度也是提升到了一个 颇为恐怖的地步 而在身形闪躲间 其脸色却是略微有些阴沉 虽然并未觉察到 那费天的追来 但他也可不认为 看上去这有些年轻的老家伙 会就这般的轻易放弃 这老家伙 是如何找到我的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深深老林中赶路 不可能会被风雷阁的人发现的 身形闪躲 消炎心中也是涌现 歇血疑惑 这中州北约如此之大 即便他废天本事再大 也不可能就这般平白无故的 经自己从人海之中找出来吧 而且看他现在的那模样 明显是早就知道自己的方位 难道是昨天进城时 被风雷阁的探子发现了不成 但即便如此 此处也已经算作是 走出了风雷阁的势力范围 就算是真的 被风雷阁的探子发现 仅仅一天不到的时间 怎么可能将信息传回风雷北阁 心中疑惑重生 消炎不由地觉察到一股危机感 那老家伙看似清风云淡 可却真的给予他一种危险的感觉 这种感觉除了内院的那两位 深不可测的千白二老 以及地魔老鬼 他还真的很少在其他人身上 觉察到过 这老家伙的实力 少说也是八星斗宗 就算我在用天火尊者的力量 也是难以与其正面抗坑 除非是使用毁灭火莲 但那是最终的保命手段 若非迫不得已的话 还是不要施展得好 消炎心中念头非转 但其速度确实丝毫不缓 犹如划过天际的流星一般 眨眼间便是消失在天际的尽头 那老家伙真的放弃追我了吗 再度狂飞了将近十来分钟的时间 见到依旧未有人追过来 消炎眉头不由得皱得更紧 低声喃喃道 老夫说过你跑不掉 在消炎低声自语间 一道淡淡的笑声 却突然的从前方不远处传来 消炎身体突然凝固 猛的抬头 循迹便是眼瞳微缩的 定在了前方一座山峰之巅 那里一身银袍的废天 正覆手而立 银白色的双眼带着些许叙虐 望着消炎 这老家伙好可怕的速度 消炎清吸了一口冷气 脸色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 今天恐怕真是要有些大麻烦了 你虽然有着三千雷动 以及那神奇的古异 但想要与老夫比速度 你却是选错了路 废天一脸微笑地说道 你究竟想干什么 消炎沉声喝道 目光却是不如痕迹地四处一扫 寻找着逃跑的方位 将三千雷换身交给老夫 你近便凑齐了四卷 但却依然不可能将之修炼 所以留在身上也是白白浪费 废天淡淡地说道 还给你三千雷换身 你便放我走 消炎眼眸微眯 缓缓地问道 文言 废天却是一笑 脚步轻轻朝前一踏 身形便是诡异地出现在 消炎百米之外 他含笑道 你那能够融合一伙的功法 老夫也颇感兴趣 将之交出来 或许能放你离去 听得此话 消炎的脸色彻底的阴沉而下 坟绝是他修炼的最大倚仗 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几乎大半都是坟绝的功劳 这老家伙要抢坟绝 那几乎就是在抢他的命 而且坟绝如此玄妙的功法 他也是绝对不可能交给外人 更何况风雷阁 还算作是他的敌人 老夫知道你身上 有着一个极为强横的灵魂体 我能模糊地感应到他的存在 不过灵魂体 毕竟只是灵魂体 若是他是实体 今天老夫还真只能退去 但可惜 见到硝烟阴沉的脸色 费天也不在意 目光缓缓地在硝烟身上一瞟 最后顿在了 其手指上的雪白纳戒上 淡笑道 哼 好大的口气 若是老夫是实体的话 现在你还有胆 在我面前出现吗 雪白纳戒 微微一颤 天火尊者的灵魂体 鸟鸟升起 望着对面的费天冷笑道 脸色微微一变 费天目光缓缓地在天火尊者身上扫过 此人光是灵魂体便是能够达到这种层次 想必其身前必然是一名斗尊级别的超级强者 浩瀚不提当年勇 世间之事没有如果 不管你生前何等风光 但现在只是一具灵魂体而已 费天淡淡的声音中 也是逐渐地涌现一抹三浪 萧炎 只要你如我所说 将三千雷换身 以及你所修炼的功法交给老夫 老夫便放你离去 这位灵魂体还保不住你的命 呵呵呵 区区八行斗宗 也敢在老夫面前这般张狂 天火尊者怒笑一声 偏头望向萧炎 轻声道 你先走 我来拦住他 文言硝炎顿时已惊 虽然他也看费天那老妖怪不顺眼 但也知道 后者所说不假 现在的天火尊者 失利也顶多与其相仿 而且还因为是灵魂体的缘故 要吃不少亏 真要是打起来 恐怕胜算并不是很大呀 放心 我知道分寸 只是拦他一会儿而已 你不用担心 我那没那介绍 有我所留下的灵魂印记 待会儿我自有办法摆脱他 似是知道萧炎心中的担心 天火尊者接着说道 见状 萧炎略为迟疑 轩机便是狠狠地点了点头 他在这里 也的确没有多大的帮助 当下也就不再优柔寡断 故意伸展而开 使劲一阵 便是化为流光 对着另外一个方向 狂躲而去 乔得萧炎要逃 废天眉头也是一皱 脚步朝前一踏 刚欲追赶 却是突然发现 周遭空间居然扭曲了起来 好多年未曾与人交过手 今天便是让我来试试 你的手段 天火尊者略显虚幻的身影 缓缓地悬浮在废天面前 手掌以我 一柄由灵魂力量凝聚而成的长线 便是浮现而出 不论你如何阻拦 他始终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废天冷笑一声 身体一震 璀璨的雷弓顿时劈里啪啦的 从其体内涌现而出 而随着其体内雷弓的涌现 那天空上的云层 顿时逐渐的变得暗沉了下来 眼眼间 有着银蛇闪电 在其中穿梭 这老妖怪 居然达到了 以自身斗气 与天地能量 互相呼应的地步 手掌朝前一抓 雷弓闪烁 一柄由雷电所凝聚而成的长枪 呲呲的凝聚而出 将身一震 连空间都是产生了剧烈的波动 见到废天之不弱的身手 天火尊者却是丝毫不惧 一声大笑 磅礴的灵魂力量席卷而出 身形一动 手中灵魂常见 荡起倒倒空间波纹 暴刺而出 对于天火尊者的攻击 废天也是面上冷笑 手中雷枪携带着 无匹的雷电斗气 呲呲地响个不停 然后狠狠击出 钉的一声 清脆的碰撞之声 在整个天际响彻而起 在这道奇异的声波之下 下方山脉之内的一些 实力不济的魔手 脑袋顿时嗡的一声 居然是生生暴力而开 两人交手之力 居然恐怖如斯 硝烟身形如流水一般的 狂躲而出 对于那摇摇后方的天空变化 他也是略有感要 但却并未回头 天火尊者费尽全心全力的 帮助其争取时间 他若是回身的话 反而是最为愚蠢的决定 老王不胆 你给小爷记着了 今天这仇 日后必回报于你 咬着牙 硝烟神色也是有些猙獰 这老家伙 居然将主意打到了 坟决之上 这可是彻彻底底的 激怒了他 心中杀意翻腾 硝烟速度却是丝毫不减 搜得一声 流攻划过天际 转瞬便是消逝在 山脉的尽头 这般不要命的狂奔 持续了将近二十多分钟 硝烟面前的空间 突然扭曲而起 悬起一道灵魂力量 从空间中窜出 赫然便是先前 阻拦费天的天火尊者 此刻的他 脸色略有些凝重 身形似是比先前淡了一些 看来在这二十多分钟里 他与费天的老妖怪 狠狠地大战了一场 快走 空间穿梭是斗尊强者 才能办到的事 若非我以前也是 处于这个层次 再加上是灵魂体 怕也是难以施展而出 不过那家伙速度 极为恐怖 要不了多久 怕旧社会追上来 一现身 天火尊者便是 沉声催促道 点了点头 硝烟刚欲斩动身形 心头却是突然一动 沉声道 不对 我总是感觉到 这老家伙 似乎能够锁定我的位置 我想 恐怕我身上 有着什么东西 在指引着 他们找到我的方位 文言天火尊者 也时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难怪那老家伙 敢放年说 硝烟逃不出 他的手掌心 我敢肯定 自己身上 没有被其下什么 追踪印记 但他还是知道 我的位置 那就是说 是一些别的东西 硝烟眼中光芒 急速闪烁 片刻后 手掌一招 四卷银色卷轴 便是出现了 其手中 他目光死死地 盯着卷轴 片刻后 一咬牙 旋技狠狠一甩 四卷卷轴 顿时分成四个方位 化为四道银色光芒 暴势而出 老王不但 我现在看你 还怎么追我 第九百八十六章 破解 聪裕的山脉上空 空间微微波荡 旋技一道颜色身影 缓缓浮现而出 显出身形 废天脸色 却是突然一变 他突然觉察到 那次灵魂中的感应 分裂成四道 并且各自朝着 不同的方向 飞躲而去 被发现了吗 这个小子 还真是舍得呀 绝连这等宝贝 都敢这般舍弃 废天脸庞上的笑容 缓缓阴沉 他之所以一路 能够准确地知道 硝烟所在的风味 靠的就是那 四卷卷轴之内的 特殊印记 没想到 这也是被硝烟发现了去 而且 还如此果断地 将之丢弃 目光阴沉地望着 前方遥远处 他知道硝烟 是对着这个方向逃走的 但是如果继续追赶的话 那么 那四卷三千雷幻深的卷轴 恐怕说不定 又是会落到别人手中 那样的话 又是一些麻烦 可若是放弃追赶硝烟的话 他却是难以 咽下心头的一口气 再者 对于硝烟所修行的 那种能融合 异火的神奇功法 他也是极感兴趣 目光微微闪硝烟 费天清晰的一口气 增然道 小子 你若是以为使用这等雕虫小技 便是能够将我费天甩开 恐怕倒是小看了本作 画音一落 费天手印猛的移动 闪电般的变换出 一阵眼花缭乱的奇异印节 脸色严肃的一声冷喝 三千雷幻深 现 随着其喝声落下 一股无形力量 突然从其体内 缓缓地渗透而出 玄机诡异蠕动间 居然又是凝聚成了 一具外表与费天 一模一样的分身 而且最令的人感到悍然的 是这具分身的气势 居然也是极为强悍 虽说与费天本尊相比略有不及 但却绝对也是一位 远超风雷阁四大长老的 斗尊强者 可惜 我的三千雷幻深 未曾修炼到最高境界 不然 即便那小子再如何狡猾 也是难以逃出生天 望着身旁的分身 费天摇摇摇头 淡淡地说道 你去追杀那小子 我去将卷轴追回来 你不用与他们应战 只要突出便好 放心 费天分身也是淡淡一下 回了一声 表情与本尊如出一辙 而且那银白色双铜中 充斥着灵动 完全不像其他分身那般空洞 看来这三千雷幻深 果然是有着通悬之处 不愧是能够 号称能够与天阶功法 媲美的神奇斗技 费天点了点头 也不再多说话 身形移动 空间颤抖间 其身形便是浑缓的消失 而随着其身形的消失 那道分身也是转过头 目光投向 消炎逃走的方向 冷冷一笑 身体砰的一声 化为虚无 万里无云的清朗天际之上 一道流光宝夺而出 眼眼间有着风雷声 从其体内传出 那飞天的气势 已经逐渐的消失了 想必应该是去追四件圈轴了 那东西上果然有鬼 全绿飞得间 消炎目光瞥了一眼后方 轻松了一口气 虽说扔掉圈轴挺可惜的 但索性他已经 将上面的内容 全部记在了脑海之中 哎 他的气息的确是 朝另外的方向而去了 看来是摆脱掉他了 小心 天火尊者话音刚刚落下 声音猛的一变 玄界一道强悍的灵魂力量 从雪白纳结之中抱涌而出 狠狠地撞击在 面前的一处虚空之上 砰的一声 灵魂力量 装在虚无空间上 空间顿时波荡而起 旋即空间扭曲筋 一道身体之上 隐隐有着雷弓 流污转的身影 缓缓浮现 赫然便是废天 见状消炎脸色 也是突然一变 身形瞬间暴退 他无论如何也是想不到 这老家伙怎么可能还能追过来 老夫说过 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废天目光冰冷地望着硝烟 缓缓说道 硝烟拳头微微紧握 冷笑道 看来你是不想要 三千雷换身的卷轴了 文言 废天确实一笑 笑容中有着些许讥讽 说道 卷轴会回来的 你也逃不掉 不对 这家伙气息弱了许多 跟先前远远不能比 现在的他 顶多只是一名六星斗王宗而已 天火尊者的灵魂突然冒出 眉头紧皱地望着面前的废天 沉声道 眼瞳微微一缩 硝烟心头一动 顿时失声道 三千雷换身 他只是那废天的分身 哼 看来你对三千雷换身 果然有些了解呀 废天含笑道 杀了他 他在拖延时间 废天本尊肯定是去追那些卷轴了 若是等到本尊赶过来 真是逃不掉了 硝烟急忙说道 其声音刚刚落下 一旁的天火尊者 便是刷的一声 暴冲而出 磅礴的灵魂力量 暴涌而出 将空间都失神的 剧烈的波荡了起来 见到天火尊者冲过来 废天也是一声冷笑 身体之上 雷光流转 巨大的雷电 在手掌之上闪烁 身形一动 也是轰然冲出 最后与全者 狠狠碰撞在一起 庞大的能量气浪 以及雷鸣巨响 顿时在山脉之上 响彻而起 望着狠狠交锋的二人 硝烟也是赶忙退开 目光紧紧的 盯着战圈之内 虽说天火尊者 与废天本尊实力 不相上下 但这分身 明显不是其对手 因此 在交锋了短暂的 十几个回合之后 废天分身便是 近落下风 可即便如此 萧妍心中 却是越来越紧张 他知道 以废天的速度 恐怕要不了多久 便是能够追上 哪些卷轴 到时候 一旦追过来 他们今天 想要走脱 就更加困难了 天火尊者老先生 快一些 这分身的目的 只是缠住我们 硝烟沉声喝道 文言 天火尊者 轻轻点了点头 身形一颤 诡异消失 玄机直接 从废天身后的空间中 闪躲而出 蕴含着 磅礼灵魂力量的一掌 如闪电一般的 狠狠印在了 废天 分身的后背 砰的一声 低沉的门声响起 废天分身体表 流光急速流转 旋即 雷光一按 露出其中那 略有些虚幻的身体 萧妍的眼睛 在乔得那 雷光之下的虚幻身体时 眼瞳顿时 微微一缩 雷光暗淡间 所清晰而出的能量 他极为的熟悉 那分明便是 灵魂力量的波动 这分身 是灵魂所凝 心中念头 如电光一般的 闪躲而出 硝烟目光在 后方天进一掃 旋即 猛的一咬牙 大声道 天火尊者老先生 将你的力量 借给我 我来动手 听得硝烟的和声 天火尊者一正 旋即迅速闪退 虚幻的身体一晃间 便是融入了 硝烟体内 随着天火尊者的融入 硝烟气势立刻 如平原之上的 山峰一奔 猛的拔声而起 其脸色冷促 手掌一握 无形的云诺心炎 顿时铺天盖地的 抱涌而出 旋即 曲直一谈 火焰发出 叨叨的 呜呜嘀笑 化为几条巨大的火蟒 缠绕着 喷射而出 陨落心眼 见到那无形火焰 废天的分身 顿时惊叫一声 眼中闪过一抹惊距 身形暴退 以他的见识 自然是知道 陨落心眼 是能够直接 灼伤灵魂 堪称灵魂体的克星 哼 想走 见状 硝烟 却是冷笑一声 借助了天火尊者的 灵魂力量 他的实力 已经不比 废天弱上多少 手印一变 火蟒速度 猛的暴增 最后 如迅雷一般 狠狠地 重击在 废天身体之上 一条火蟒 撞上 废天分身身体之上 笼罩的雷光 顿时 消失殆尽 还不带得 其暴退 一条无形火蟒 又是紧随而来 再度狠狠地撞过来 失去了雷光的护体 废天的分身 顿时被 云诺西岩 撞个正着 当下 发出一道 惨叫之声 分身迅速地 变得虚化了许多 硝烟 手掌舞动 丝毫不放弃 这般痛打 落水狗的机会 几条 云诺西岩 所凝成的火蟒 暴射而出 尽数撞击在 废天的分身之上 直接是将其 撞击得 在天空上 倒飞出 几百米的距离 当最后一条火蟒 在废天身体之上 爆炸而开始 硝烟的身情 也是诡异消失 再度出现时 已在身体 虚幻的废天面前 一声冷笑 结束了 声音落下 包裹在浓郁的 陨落西岩之下的 拳头 狠狠哼出 最后直接穿透了 废天的 分身的胸膛 小杂种 你逃不掉的 身形在 陨落西岩的 炙烤之下 迅速变得虚幻 废天脸庞 猙獰的喝道 硝烟面无表情 手掌一握 废天分身便是 怦然爆裂 化为虚幻的光点 飘散而开 望着这些 飘散的光点 硝烟似有所物 突然一把抓出 光点之内 顿时射出一道 无形能量 玄机被其准确地 握在手中 无形能量 刚刚落入硝烟手中 便是化为一股信息 钻进其手掌 窜入脑中 随着这些信息的进入 硝烟脑海之中的 那些难以破解的雷霆字体 顿时爆发出强烈的光芒 片刻后光芒减弱 一副完整的修炼之法 缓缓地出现 心神有些呆滞地望着 这有些莫名其妙出现的 完整修炼之法 硝烟心头猛地 剧烈地跳动了起来 他没想到 在这误打误撞之下 居然从废天分身的灵魂信息中 得到了开启三千雷换身的钥匙 老家伙 多谢馈赠了 这份情日后再来回报 天空上 硝烟再呆滞了一会儿后 终时忍不住的 仰天一声狂笑 身形移动 化为流光 迅速消失在天际之上 在硝烟消失几分钟之后 此处空间微微波动 一脸猙獰的翡天 缓缓浮现而出 目光四处一扫 却是彻底失去了硝烟的信息 等下一道暴怒的咆哮声 响彻山林 小子 下次见面 必取你的命 第九百八十七章 森林苦修 茂密的森林之中 一道人影 隐匿在重重的树枝遮掩下 搂持一对双筒 紧紧地盯着天空之上 其气息 也是在一股磅礴的灵魂力量 遮掩之下 尽数隐匿 虽说已经逃出了 废天的感应范围 但硝烟却是清楚地知道 这个老家伙的速度 是何等的恐怖 因此 在刚初期感应范围之后 便是立刻转向 迅速钻进森林之中 然后借助了天火尊者之力 经气息完全隐藏 而自从硝烟隐匿在此处后 也是过了将近十来分钟的时间 这段时间 他已经如同雕像一般的纹丝不动 整个人完全地遮盖在 充裕的数值之间 再加上气息的隐匿 即便是那废天能力再强 恐怕也是难以将之从中搜查而出 这般安静地 等待再度持续了几分钟 天空远处的空间突然微微波动 随即一脸猙獰的废天浮现而出 森然的母公浑浑地在下蒙森林中扫过 玄机怒吼一声 袖袍狠狠一挥 一股磅礴斗气脾炼 暴势而出 直接移平了百米多的森林 而在发现了一番之后 他这才目光阴狠地 将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方向 身形移动 许许地消失不见 自废天的出现以及消失 硝烟都是未曾有过丝毫的动弹 他知道八星斗宗是何等的恐怖 那感应之力也是敏锐的可怕 稍稍有一点风吹草动 都将会引起对方的警戒 再加上那废天的速度 只要被他发现 想要逃脱的机会真的不大 在废天消失之后 硝烟依旧保持着 闻丝不动的状态 如此过了大约将近两个小时后 身体这才微微移动 轻飘飘地从树枝上闪躲而下 未带起丝毫气息地落在地面上 一落地 其目光警戒地四处一扫 然后划为一道模糊影子 对着森林深处急速窜去 在森林中穿梭了半晌 硝烟尽量地避开沿途所遇见的魔兽 一些无法避开的 则是以最快的手段 在其未曾发出好声之前 僵之击毙 如此在林间穿梭了片刻 一座山峰峰才出现在其面前处 矫健的月上山峰 硝烟在半山腰处寻找了一个安静之所 这才如释重负地轻松了一口气 有如虚托一般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今天这场追杀可真是令得他精神完全地紧绷着起来 今天或许也能算作是硝烟自从进入中州之后最为危险的一次 若不是他当机立断地将眷州包弃 恐怕依旧是难以逃脱废田的追杀 八星斗宗若非他施展毁灭火莲的话 恐怕还真的难以将之击溃 但毁灭火莲是大杀气 消耗也是极为恐怖 一旦施展 硝烟必然将会进入最虚托的状态 因此若非不得已地紧迫关头 硝烟并不会轻易地将之施展而出 再者毁灭火莲所需要的化身火 如今仅仅剩下一次使用的限制 而那弄厌觉 硝烟确实一直都未曾有时间修炼 新的化身火也是一直未曾凝练而出 所以说短时间内 这种保命的杀招只能施展一次 看来要找个时间修炼弄厌觉了 如今的那点化身火可快不够使用了 轻叹了一声消炎盘腿而坐 深吐了一口气 伸手一招经地妖魁召唤而出 令其守护在周围 眼毛逐渐闭上 然后开始仔细地查看脑海之中的 那已经大变了模样的三千雷幻身修炼之法 因为废天灵魂信息的缘故 如今消炎脑海之中的那深奥难懂的雷霆字体 已经彻底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篇颇为完整 并且可供消炎使用的修炼法觉 心神缓缓轻入进入三千雷幻身的修炼法觉间 时间过得飞快 仿佛短短一瞬间 但外界的夜色却是已经尽数变得黑暗下来 黑夜中保持了一个晚上闻思不动的消炎 手掌终于是微微一颤 旋即缓缓睁开眼眸 眼中残留着许多惊骇之色 这三千雷幻身的确很玄傲 而且最令得消炎恶然的是 此功法对于灵魂的需求 居然达到了一个相当苛刻的地步 难怪那风雷阁 很少有人能够修炼成功 如此苛刻的灵魂需求 除了一些实力极为变态之辈 寻常人谁能够达到 而且即便是灵魂达到了要求 那分身的凝聚也是相当之难 之前消炎一直有些诧异 三千雷动为何会与其有关系 如此一看方才明白 原来这分身的凝聚 必然是在三千雷动达到最高层次的三千雷时 方才有几率凝聚而出 而且就算是成功凝聚了出来 这分身也是有着三个等级之分 入微 灯堂 大乘 三个等级代表着分身所具备的实力 入微级别的分身 顶多只有本体三分之一的实力 灯堂则是大约有三分之二 而大乘 则是与本体实力相当 相必那废天的三千雷换身 应该是灯堂境界吧 不然的话 即便我有与那心言相助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 便是将之击溃 消炎低声喃喃道 不过这三千雷换身 的确有着其过人之处 如此炫耀的斗技 真不知是何等精彩绝艳之辈 方才能够创造而出的 消炎站起身来 璀璨的银芒在脚掌之上涌现 寻寂眼神猛的一凝 身体爆射而出 随着其身体的射出 及到残影 顿时出现在身后 消炎脚步一顿急忙转头 确实见到残影 正在逐渐的敲散 并未有着如同修炼法觉之上 所说的那般情况发生 分身的凝聚果然困难 眉头微微皱了皱 消炎嘴中低声喃喃 修炼法觉之上 所记载的药诀 以心泄行 浑流于影 嘴中来回的念叨了十几遍 消炎略有所悟 眼眸缓缓闭上 脚步轻轻朝前一踏 一踏落下 身体如闪电一般的 直接出现在几十米海外 沿途处留下四道残影 四道残影之中 有着三道迅速消散 最后一道的消散速度 却是缓慢了许多 不过在持续了将近二十秒钟左右 也是缓缓地化为虚无 隐约见消炎从这道残影之内 感觉到了一丝极为细微的灵魂波动 必须在残影出现的那一煞将一丝灵魂流于其中 方才能够凝聚分身 但那种时候的速度如此逊猛 怎么可能来得及在其内留下灵魂呢 消炎紧皱着眉头 难难道 苦思半上依旧无果的消炎也只能一声惊叹 这三千雷幻身的修炼的确困难 不过他却不会就此放弃 消炎对于自己有信心 不管这三千雷幻身再如何难以修炼 他也要将之修炼成功 到时候在与废天的老家伙见面之时 若是将纷针施展出来 不知道那老家伙会不会当场气的吐血 幸灾乐获得冷笑了一声 消炎也是被这东西激起了一抹倔性 一咬牙再度凝神 继续施展三千雷动 一次不行就一百次 一百次不行就一千次 虽说三千雷动颇为消耗斗气 但只要能够将之修炼成功 消炎也懒得顾虑这些了 心中打定了主意 消炎也是彻底的放弃了休息 于是黑暗的森林之中 一道道银芒 乍然而放 隐隐间犹如鬼火一般 好在这人际罕至的地方 未曾有人烟 不然的话 谁半夜看见这番景象 准会被吓一跳的 消炎这有些疯狂的修炼 持续了整整一夜的时间 带得一道尘灰打破黑暗 倾泻下大地时 他方才有些气喘的停下身形 抹了瓦额头上的冷汗 忍不住的黑黑笑了笑 一夜的苦修 虽然依旧未能成功的 凝聚成分身 但却令得他对三千雷洞的掌控越来越熟练 唯一的缺陷便是斗气消耗太大 即便有着丹药的支撑 期间也是停下来休息了好几次 据天母山脉的能量潮汐 还有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段时间我便徒步穿过这片山脉 应该便是能够在那之前抵达 消炎略作休整 便是再度回复精神 望着山脉的尽头 喃喃自语 这片山脉之内 隐藏的魔兽不少 而且其中更是不乏实力强悍之辈 比起加玛帝国的魔兽山脉 有过之而不及 消炎打算这段时间便是在其中苦修 并且以此来修炼三千雷换身 争取能够早日凝聚出分身 而且在与魔兽的生死搏杀中 对他实力的提升有着不小的帮助 打定了主意 消炎也是一笑 这令得他想起了当年第一次 离开乌坦城 前往魔兽山脉历练时的情景 那时的他似乎还只是一个 刚刚成为一名斗者的小家伙 然而如今 当年刚刚踏入修炼界的斗者 却是已经达到了九星斗黄的层次 回想起来 当年真是有种如梦幻般的感觉 身躯矫健的月上山峰之巅 消炎俯视着那连绵不尽的山脉 听得其中不断传出的道道魔兽好声 不由得仰天一声清笑 身形一跃如同大鹏一般闪躲而下 一头闯进那魔兽密布的山脉之中 遗留在天空之中的清朗大笑声 象征着消炎的森林苦修再次开始 第九百八十八章 七阶苍狼王 安静的森林之中 一道小溪从远处的山峰之上留下 宛如一条条小小的银河一般 点缀着这座充裕的山脉 安静的气氛 另在小溪周围 充满着平河般的感觉 然而这般安静并未持续多久 一道庞大的黑影 突然从森林之中暴射而出 旋即红然落地 在小溪周围那碎石地面上 擦出一道长长的痕迹后 方才缓缓停止 而那头体型庞大 浑身散发着凶煞之气的 争宁魔兽 却是在挣扎了几下之后 彻底的失去了生机 在他的腹部位置 有着一片焦黑的痕迹 突如其来的动静 令得小溪附近的一些魔兽 顿时受惊一般的击退 特别是在见到那倒地的魔兽之后 略有些灵智的他们 不由得退得更快 能够将这风云百里之内 最强大的地魔雄击败的 不论是人还是其他魔兽 都绝对是实力超强者 随着这些魔兽的净退 那森林中 奄奄有着细微的脚步声传来 片刻后 一道消瘦的人类身影 缓缓出现 人影停留在森林之外 抬头望着天空上 那刺眼的耀日 旋即低头瞥了一眼 不远处的大家伙 摇了摇头 嘀咕道 守着你的地盘不就好了 还要帮那只蠢狼 当探子当前锋 阳光照耀在那张熟悉的 年轻脸庞上 令得青年看上去 倍感活力 此人自然便是选择 那一路徒步穿越 这座山脉的硝烟 而至今为止 他已经在这座山脉之中 步行了十天时间 这十天之内 不少不开眼的魔兽 都是丧生在了其手中 而随着众多魔兽鲜血的浇灌 也是令得硝烟隐隐间 散发着一股血腥味的凶煞之气 其双眼也是变得比以前 略显瑞丽 看上去 倒是有这一种野兽般的危险感觉 苍茫山林 似乎是一个不错的磨练地方 这座山脉之内 实力强悍的魔兽并不少 不仅有着堪比斗魂强者高阶的魔兽 甚至 硝烟还有一次 偶然间 因为一猪看上眼的真心药材 一味达到了七七 也就是相当于 斗宗级别的强者的超级魔兽 占了一次 而先前被硝烟所击杀的 堪比寻常斗魂强者的大地魔雄 则正是那位号称 这座山脉主宰者的 苍狼王所派来的探子 那苍狼王的实力 若是用人类的等级来衡量的话 应该在斗宗二星的层次 再加上那极为敏锐的身法 以及野兽般的直觉 简直能与三星斗宗强者媲美 这种级别的对手 若是以前的话 公平硝烟的话 恐怕还真是难以抗衡 但如今 以他九星斗皇的实力 再加上天火三玄变 以及一火的神效 即便是这位苍狼王 一时半会儿 也是难以将硝烟击杀 因此 在这短短的四天时间内 他与硝烟交手了两次 但每次都被硝烟顺利脱身 并且凭借着超强的 灵魂力量的缘故 轻松地将苍狼王的搜寻 给躲避了开去 导致他只能驱使 这魔兽山脉之内的 其他魔兽 来搜寻硝烟的踪迹 当然 以硝烟手中的底牌 要击杀这苍狼王 只需要将低妖魁 拿出来便可 但他却并未如此 这般等级的对手 刚好是他最为需要的 相比以前的沈云 以及风雷阁的三大长老等人 他们的实力远超硝烟 因此导致他必须使用其他方法 才能够与之抗衡 但如今 面对着苍狼王 他却是能够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 便是与其交手 并且顺利脱身 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最好的磨练 因此他自然是不会 这般轻易的便是 拿出杀手锏 将之击杀 哼 不知道那家伙 这两三天没有找到我 是不是又在跳脚了 幸灾乐祸的笑了一声 硝烟身形一动 直接出现在了 大地魔雄的庞大身体之上 取出臂手插进其体内 然后将一枚黄色的魔盒 给掏了出来 六级魔盒 日后脸丹 或许有用到的时候 来到小溪旁 将魔盒清洗了一下 收入纳界 硝烟望着湖面上倒影 而略微有些狼狈的身影 不由得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段时间的风餐露宿 令他有些 能跟野人相媲美了 三千雷动如今 倒是越来越熟练了 但分身的凝聚依旧是未曾成功 这该死的三千雷换身 果然不是那么好修炼的 手掌碧绿火焰闪了闪 将水字尽数蒸发 硝烟皱了皱眉 第一声道 哎 如今距离天母山脉的能量潮汐开始 还有着二十多天的时间 按照我的速度 再有十天时间 便是能够走出这魔兽山脉了 到时候便直接飞往天母山脉 至于能否在这最后的时间 凝聚分身 就得看灶火了 轻叹了一声 硝烟站起身来 甘欲转身离开 眉头突然一跳 目光望向远处的天际 那里 大片的黑影正破风而来 隐隐间 甚至都是能够嗅到 那浓浓的凶悍味道 这次倒是来得快 见状硝烟不由的一笑 反而是停下脚步 双臂抱胸 笑眯眯的望着 那逐渐接近的黑影 小子 给老子把乌浆果留下 不然的话 将你一身嫩肉割下来吃了 黑影上还未到 一道怒吼声便是咆哮着传了过来 令得这连片的森林之中的魔兽 都是瑟瑟发抖了起来 随着黑影的接近 居然是一头巨大的飞行魔兽 庞大的双翼展开 带起巨大的风啸之声 将下方的森林鸭的禁术伏下 在那魔兽头顶之上 一鸣赤裸着布满众多伤疤善满身的大汉 傲然而立 一对泛红的双眼 恶狠狠地盯着小溪旁的消炎 在大汉身后 还有着众多体型同样布角的魔兽 看上去 个个都是不弱的角色 看来这次 这家伙是将能拿得出手的手下 全部搬了出来 你说你一个战山为王的统领 何必为了一个无坚果苦苦追杀我呢 岂不是掉了身份 硝烟望着那赤裸着上半身的大汉 笑道 这家伙便是这座山脉的主宰者 苍狼王 实力极强 而且据说 还是依靠着自己的能力化为人形 这可是颇为不易 要知道魔兽化形时 就犹如高阶丹药出世一般 将会有着雷劫降临 扛得过去就能化形成功 扛不过去 恐怕还真是会被雷给劈死掉 当然 若是有着一枚化形丹的话 便是能够省去这危险的步骤 不过这苍狼王明显是找不到 那般高阶的丹药 毕竟化形丹可是七阶丹药 在魔兽界堪称最为珍惜的丹药之一 想要弄掉手 谈何容易 放你娘的狗屁 听得硝烟此话 苍狼王顿时怒骂一声 直接从飞行魔兽之上跳跃而下 旋即犹如一座巨塔一般的轰然落地 那般巨力令得一旁的小溪轰然爆炸 水滴四溅 给老子教出来 不然今天撕了你 苍狼王眼睛血红地盯着硝烟 旋即脚掌猛的一座地面 巨大的裂缝自脚下蔓延而出 而其身形嗖的一声爆夺至硝烟的身前 指尖处锋利的指甲犹如刀锋一般 狠狠地对着硝烟喉咙切割而去 沿途处空间都是被切出了几道淡淡的黑痕 见状 硝烟确实一笑 脚步移动 几乎是条线反射一般的退出了十几步 森脑残影涌现而出 将苍狼王的攻击轻易躲避而去 这段时间呢 硝烟修炼三千雷换身 基本已经将之惯性地 咽在了骨子里头 每一次躲避时 都是会直接将三千雷动施展到极致 小混蛋 你就只会躲吗 将硝烟躲避开去 苍狼王顿时怒吼一声 这是他最为郁闷的地方 明明实力远比硝烟强 但对方却比泥袖还滑 身法极其诡异 根本就难以触碰到其身形 见到抓滑的苍狼王 硝烟确实一笑 港宇说话 眼神却是猛的引凝 双眼豁然转向 面前的一道残影 留下的三道残影 其中有着两道 在先前便是迅速交散 而这最后一道 却是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 而且眼眼间 硝烟居然感受到了 从其中所弥埋而出的一股 灵魂之力 成功了 硝烟目瞪口呆地望着 这道未曾消失的残影 一时间居然是直接呆滞了下来 先前他根本就没有特地的控制 谁能想到 居然居然便是莫名其妙的 凝出了一道分身 呆滞持续了片刻 硝烟终于是回过神来 眼中涌现一抹狂喜 手掌急忙一招 那道残影便是化为一抹无情的光点 最后钻进硝烟眉心之中 这还只是一枚分身种子 不过 这最难创造的一步 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 只要对其加强锤炼 硝烟的三千雷换身 便是能够顺利的凝聚而出 多谢了 看在你帮了我一次的份上 便是让你继续安稳的 做你的山大王 硝烟冲着苍狼王大笑一声 肩膀一抖 晶莹的鼓翼便是迅速伸展而开 见到硝烟要逃 苍狼王顿时怒吼一声 然而其脚步刚刚前冲一步 便是突然凝固 而其双眼也是犹如见鬼一般 死死的盯着硝烟背后 那对晶莹的鼓翼 片刻后 猛的一声惊骇的尖叫 天皇妖赤 第九百八十九章 魔兽界三大族群 天皇妖赤 听得那从蟑螂王嘴中 传出的惊骇叫声 硝烟也是一冷 旋即目光也是转移到背后的那对鼓翼之上 眼眸微眯 问道 你认识他 惊骇持续了一瞬 苍狼王也是逐渐的回过神来 目光带着些许惊恐的看了硝烟一眼 脚步迅速后退 虽然那堆鼓翼之上的皮肉甚至羽毛都是已经消失不见 但鼓翼之中所蕴含的那种特殊的气味 却是令得他第一时间认了出来 他曾经见过一头真正的天妖黄 那种来源于灵魂 来源于血脉深处的威压 成为他一辈子都是难以磨灭的回忆 你是从何处得到的这对天皇妖赤 苍狼王双眼死死的盯着硝烟沉声道 从古异来看 这应该是一头死去的天妖黄 但天妖黄乃是魔兽界之中顶尖的存在 虽然数量并非很多 但每一头都是拥有着极为可怕的实力 潜力极其恐怖 而且每一头天妖黄临死前 都是会回到族中的祭坛之中 外人根本不可能得到丝毫与天妖黄有关的东西 更何况天妖黄身体之上 那对天皇妖赤 这天皇妖赤是属于何种魔兽的 硝烟问道 你居然连天妖黄都不知道 听得硝烟的问题 苍狼王反而一愣 玄继惊愕地道 那般模样 又柔如见到一件很是可笑的事情一般 天妖黄 当初那句神秘干尸 应该便是这所谓的天妖黄了吧 硝烟在心中喃喃了一声 玄继笑眯眯地望着苍狼王 说道 将你所知道的这天妖黄的事情跟我说一下 小子 你算是什么东西 敢跟老子这么说话 别以为你得到了一对天妖黄妖赤便可耀武扬威 若是被天妖黄族知道 你使用他们族人的翅膀 做成飞行斗技材料 并会对你施展开不死不休的追杀 到时候你哭还来不及 听得硝烟这丝毫不客气的话语 苍狼王的心神也是回归现实 顿时怒笑道 若你识相 就趁早给老子把乌姜果交出来 不然的话 今天生死了你 苍狼王兴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 目光略有些血红的盯着硝烟 旋即脚掌猛的一座地面 身体嗖的一声 便出现在了硝烟头顶上空 一声怒吼 轻轻涌动的拳头 带起低沉的阴宝声 狠狠的砸了下去 淡淡的望着那施展狂猛攻击的苍狼王 硝烟屈指一弹 摧槽银芒顿时在面前爆发而起 一拳击中 苍狼王脸色却是微微一变 他只能感觉到自己的手臂 似乎都是在这一刻变得麻木了下来 然而还不待他收回拳头 一只银色拳头便是猛然 自银芒之中狠狠回出 最后重重的砸在其胸膛之上 一拳击中 苍狼王喉咙 顿时微微一甜 眼中涌现一抹惊骇 如此可怕的力量 是这小子发出来的吗 苍狼王的身躯 然后继继续做你的山大王 二 让我现在将你击杀 硝烟居高灵下的俯视着苍狼王 淡淡的说道 哼 凭你 苍狼王怒笑道 凭他 硝烟一笑 手指指向苍狼王 身旁的地妖魁 顿时砰的一声 满如炮弹一般的 宝夺而下 狠狠的撞向苍狼王 见到低妖魁 凶猛扑来 苍狼王也是以惊 经过先前的那短暂的交锋 他非常清楚的清楚 这个通体颜色的怪人 是何等的凶猛 然而 金归精 又是激起了其心头 些许凶器 双眼略红 一道咆哮声 从喉咙间传出 旋即也是暴冲而出 与那低妖魁 狠狠的冲撞在了一起 苍狼王与低妖魁 皆是选择肉身搏斗 而这也正是 双方最为擅长的 进攻方式 但刚刚交手 每几个回合 两者间的差距 便是立刻见分晓 低妖魁的实力 远胜苍狼王 而且就算攻比肉体 也是要胜苍狼王 一个档次 如今交手 高低自然士 一眼便知 双群狠狠对碰 一股恐怖的气浪 顿时暴涌而出 将整个地面上的碎石 皆是在这一刻 尽数爆炸 化为粉末 而一旁的小溪 更是怦怦的响个不停 一道道几丈高的浪花 被气浪炸飞而起 附近的树木 也是惨遭迟鱼 拦腰而断的 不知何己 旋风扩散 低妖魁身体 微微一颤 脚步对后半尺 而那狼王 脚掌却是在地面上 擦出了一道 十几米的痕迹 方才勉强 稳住身形 再次抬起头时 那凶煞之色 终于是被震惊所笼罩 他清楚 以这怪人的恐怖实力 要击杀他 并非是不可能 在其退后间 未曾接到 硝烟命令的地妖魁 脚步再度一踏 身形继续 对着苍狼王 暴冲而去 停 停 我认输 见到那一声煞气 扑来的地妖魁 苍狼王脸色 顿时一变 急忙到 其声音刚刚落下 地妖魁也是 突然停顿 一对空洞的双眼 直直地盯着苍狼王 令得后者皮肤 略有些泛寒 天空上 硝烟微微一笑 缓缓落下地来 在低妖魁身前停下 说道 说吧 我想知道 这天妖魁的一切消息 苍狼王抹去嘴角的 一丝血迹 目光依旧有些 惊惧地 看了低妖魁一眼 然后 方筛一咬牙 颇有些不甘地说道 天妖魂在魔兽界中 名头极为响亮 这个种类族群 就犹如丹塔 或者魂殿在中周上的名声一般 而且在魔兽界中的食物殿中 它们属于真正的顶尖层次 每一头天妖魂在一出生时 只要经过独内长辈 为其开启灵制 便是能够一远达到五阶层次 并且具备堪比人类的灵制 而成年的天妖魂 大多都是处于七阶层次 其中的佼佼者 甚至能够长到八阶的恐怖地步 因此 虽说天妖魂族的真正数量并非极多 但在这斗气大陆上 却是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即便是丹塔魂殿这种势力 对其也是颇为客气 天妖魂的每一位族人在临死前 都是会回到其族内的祭坛中 等待死亡 因此天妖魂身体上的一切东西 外界都是极难取得 一是难以得到 二是即便得到了 万一被天妖魂族发现的话 那瞎吵 说到此处 苍狼不由得幸灾乐祸地 看了硝烟一眼 他有着这么一个厉害的帮手 又能如何 面对着天妖皇族 这点力量 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亏得这家伙 居然还敢如此不加丝毫掩饰的 使用天皇妖斥 对于苍狼王幸灾乐祸的眼神 硝烟倒并未在意 眉头微皱 虽然能够预料到 那魔兽干尸的本体 多半不是寻常之物 和他依旧没想到 那家伙在魔兽界中 居然拥有着这般地位 以及势力背景 魔兽界中 还有其他种族 能和这所谓的天妖皇族抗衡吗 四世想到了什么 萧炎再度问道 他突然想起了紫妍 他的血脉 能够压制天妖皇的精血 想必其本体 也定然不会是寻常之物 文言 苍狼王迟疑了一下 说道 有两种 都是由远古遗传而下 一是九幽地明蟒 一个是太虚古龙 九幽地明蟒 太虚古龙 嘴中缓缓地念叨了一下 这两个名字 萧炎眉头再度移咒 他对这些都不太了解 自然也不知道 紫妍的本体 是不是属于这两种之一 这两个种族啊 也极为恐怖 前者数量偏多 当然 大多都是血脉不纯净的 但也令得这九幽地明蟒 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其中也不乏实力恐怖者 毕竟魔兽寿命长 这般日积月累的成就 自然恐怖 而至于太虚古龙 则是要神秘得多 我对这个族群啊 也不了解 但他们的实力 却是毋庸置疑 因为听说这个太虚古龙 是以天妖黄为实的 说到此处 苍狼王脸色略有些古怪 天妖黄的实力 恐怖得令人心寒 而这太虚古龙 反而以其为实 这个即便是他 说起来都是感到很荒谬 这个我也只是道听途说 太虚古龙是魔兽界中 最为神秘的魔兽 据说他们能够随意的 在虚无的空间之中穿梭 是最完美的空间旅行坐骑 所以确确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苍狼王干咳了一声 拳击看着硝炎 说道 你想要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了 在虚无空间中穿梭 这太虚古龙 果然名不虚传 不知道紫妍 是否属于这只族群 他的一些能力 倒是与空间略有些关系 硝炎微微点头 在心中喃喃道 心中略作沉隐 硝炎抬起头 瞥了苍狼王一眼 手掌一抛 一枚干巴巴的果实 从那戒中飞出 拿去 这是你的酬劳 另外今天的事 希望你能保密 除非你不想要这座山脉 结果这枚偏红的果实 苍狼王顿时大喜了起来 将之小心地收入那戒 说道 你放心 我们魔手说话算话 不像你们人类那般的 喜欢出尔反尔 这事我不会多说 因为说了 也只会给我自找麻烦 不过 看在你凤凰 无将果的份上 提醒你一句 最好别被 天妖皇族发现了你的古意 否则你会被追杀得上天无门 下地无路 话言一落 苍狼王身躯一跃 夺上天空上的那头巨大的魔兽脑袋 然后一声轻贺 率领着一众魔兽 风一般的哭笑而回 望着逐渐消失的苍狼王一行人 萧嫣也是轻吐了一口气 拼过头 看了一眼背后的古意 不由得苦笑了一声 这东西 似乎还真成了一个不小的麻烦哪 第九百九十章 锤炼分身 黑暗的森林之中 一团篝火释放着淡淡火芒 照射而开 令得百米之内的森林 都是被染上了淡淡的红芒 篝火旁消炎盘息而坐 火光照射在其脸庞上 犹如在身体上 披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纱衣 此刻的它 正紧闭双眸 眉心处得那道火焰 隐隐间释放着微弱的光芒 这般寂静持续了半晌 锤炼双眸突然睁开 一道无形能量自眉心处抱涌而出 玄技在身房急速蠕动 片刻后 居然是化为一道人影 而且人影面貌 也是与硝炎完全相同 硝炎偏过头望着这道分身 隐隐间能够透过其身体 看见火堆所散发而出的火光 这分身的实力应该上还只是斗灵级别 而且凝聚时间太短 若是眼力毒辣者 一眼便是能够瞧出其底细 硝炎眉头微皱 低声难难道 按照脑海之中的修炼之法来说 第一步是凝聚分身 若是成功凝聚而出 那么接下来所需要做的 便是锤炼这道分身 直到将其锤炼到 足以和本尊实力相等的地步 当然 这虽然说起来简单 但真坐下来却是极为困难 以那废天之能锤炼了这么多年 方才能令得分身达到灯堂境界 距离大成依旧是遥遥无息 而如今这才刚刚完成第一步 那距离更是天壤之别 修炼之法所说 若是凝聚出了分身 则是需要将风雷之力 逐渐地融入分身之内 以这风雷之力 遮掩分身的灵魂波动 如此一来 既是防护 又能遮掩灵魂之密 萧炼望着身旁的分身 心中确实念头极转 照这样说的话 当天废天那分身身体表面上的雷弓 应该便是这般道理吧 而且这风雷之力 还成为了分身的攻击手段 威力颇强 不顾 不顾我体内确实没有风雷之力 当年修炼三千雷动时 所吸收的那一点 根本远远不可能用来锤炼分身 这可如何是好啊 想到此处 萧炎眉头确实紧皱了起来 若是分身没有风雷之力保护的话 如果遇见一些其他类似于 我心眼一般能够直接对灵魂造成伤害的东西 那绝对是要吃大亏的 废天分身的下场便是最好的教材 但这风雷之力要去哪里弄啊 当年辛辛苦苦弄了那么久 方才从雷云之中吸取了一点 仅够修炼三千雷动的风雷之力 手中一根竹柴 不自觉的被萧炎捏成粉末 见状他不由的苦笑了一声 这三千雷换身 简直是令他伤透了脑筋 笨蛋 谁说一定就要风雷之力了 这只不是一种锤炼方式而已 用其他能量依旧可行啊 你体内的异活比起那风雷之力 强横的不知道多少倍 特别是那陨落心炎 你若是能够将它融入分身之内 那日后即便是遇见什么 能够克制灵魂的奇异能量 也是能够丝毫不怕 如此一来 灵魂分身唯一的缺陷 便是被你补偿了 这般威力 比那废天的分身 不知道强了多少 在销炎头筒间 天火尊者的教训声音 不由得被突然的从那节之中传出 闻言销炎顿时一愣 有些那那的道 但那修炼之法上是说 用风雷之力锤炼 若是换做其他能量 岂不是会将分身毁了去 特别是隐落心炎 这对灵魂本就能够直接造成伤害 灵魂分身与其一接触 不是会被其直接炼化掉吗 世间之事本就是浅中修富贵 至于云诺西岩 他已经被你彻底炼化 你什么时候见到过 他对你的灵魂造成反噬了 只要你能够把握好 那个锤炼的平衡度 慢慢下去 分身大成 指日可待 天火尊者淡淡的说道 萧炎也并非是云蠢之人 被天火尊者这般提醒 心中也是有些恍然大悟的感觉 片刻后深吸了一口气 也的确如此 大量的风雷之力 他很难弄到手 既然如此的话 那还不如试试 更加强悍的异火之力 若是失败的话 也不损失什么 可一旦成功 那这灵魂分身 连那最后的一个缺陷 都是能够彻底弥补而去 日后与人相战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助力 既然如此 那便试试 心中打定了主意 萧炎眼中的迟疑 也是迅速消退 距离天目山脉能量潮汐开始 已经只有不到二十天的时间 而按照路程 再有五六天 他应该便是能够穿越过这片山脉 到时候再全力赶往天目山脉 因此这五六天的时间 这分身的问题 最好是能够有所进展才是 不然的话 光光这么一道 斗灵级别的灵魂分身 对他根本就是没有一点帮助啊 屈指一点 身旁的分身 后者顿时一颤 化为乌形光芒 钻进萧炎眉心中 萧炎手一挥 低妖魁便是闪现而出 护卫在其身旁 然后他这才缓缓闭目 心神一动间 直接是钻进了没心处的灵魂海域之中 海域之上 萧炎的虚幻身影缓缓浮现而出 其面前灵魂力量微微波动 一个细微的光点 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旋即下方灵魂力量涌动之间 分身再度出现 灵魂盘腿而坐 而面前的分身也是迅速坐下 见状 萧炎清晰了一口气 手一招 一团羽诺心炎便出现在了 其手掌之上 在这团羽诺心炎出现时 下方的灵魂海域 顿时波动了起来 虽然这东西已经被萧炎收服 但那对灵魂有着克制般的特效 依旧是令得灵魂力量 对其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 对于灵魂海域的动静 萧炎并未在意 手掌一抛 陨落西炎飘飞而出 旋即将面前的分身包裹而尽 火焰刚刚将分身包裹 后置便是猛的颤抖了起来 本就虚幻的身体更是迅速变淡 压低温度要将火焰保持在某个特定的温度之下 只要你静下心来 不受半点干扰 以你的控火能力应该能够做到 天火尊者低沉的声音 在灵魂海域之中响起 萧炎手指微动 包裹着分身的火焰 顿时缓缓变得暗淡许多 旋即温度缓缓地降下 而随着陨落西炎温度的降下 身体颤抖的方式略微减缓 但依旧还是有着细微的颤抖迹象 萧炎的心神保持着心无旁贷的状态 许许地压制着火焰的温度 而火焰在降低间 分身所传来的各种细微的反应 也是传回其脑海之中 然后闪电般地分辨着那最适合的温度 这是一项极为困难的操作 需要对火焰有着极为苛刻的控制力 毕竟在陨落西炎的淬炼之下 分身在缓缓地提升着 而萧炎也必须控制着火焰的温度 随着分身承受能力的提升而提升 如此一来 他就必须不断地调碎着陨落西炎的温度 以此来达到淬炼的效果 这般高效的操控极为的消耗精神 即便是以萧炎的坚毅 也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一股疲惫之感 正在缓缓地从灵魂深处 蔓延而出 不过虽然极耗精力 但不得不说 萧炎对陨落西炎的控制力 达到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地步 原本虚幻的身体 此刻正在那陨落西炎的淬炼之下 逐渐地变得凝实 虽然这个速度极为的缓慢 但若是让费天 以及风雷格那些 修炼三千雷换身的人看见的话 恐怕当场连下巴都是会掉下来 这种速度虽然看似缓慢 但却是已经极为可怕 与这相比 他们使用风雷之力 锤炼分身的速度 几乎就犹如龟爬一般 见到萧炎在略经提点之后 便是自己进入了节奏 天火尊者也是欣慰一笑 然后缓缓地消失了踪迹 灵魂空间内 两个硝烟面对面的盘膝而坐 一个人面色严肃 一个人通体被无形火焰包裹 虚幻的身体在火焰中 悄悄地泛着细微地波动 而随着火焰的不断淬炼 隐隐间也是有着一丝丝 极淡的火苗 缓缓地融入其分身之内 令得那虚幻的身体内 多出了些许无形火焰 夜色缓缓消散 当天际一缕沉辉清泄而下时 火堆旁的萧炎 也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眼眸中隐隐透着一分疲惫 这一夜对他的精力消耗 简直不亚于 与人拼命地大战了一场 这分身的锤炼果然困难 按照这速度 怕至少也是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方才能够达到登堂境界 想要大成 更是不知道何年马月了 三千雷缓身 不愧是号称风雷阁 最难修炼的斗鸡呀 从地面上站起来 硝烟不由地轻叹了一口气 喃喃道 你这小子 倒是还不知足 虽然我对这斗鸡并不熟悉 但看那废天的分身来看 想必他锤炼的岁月 至少也是在五年以上 你短短两个月 就是能够达到与其相等的地步 还不满足 天火尊者无奈的声音 从那界中传出 闻眼 硝烟也是不由得 尴尬一笑 如此说来 自己倒还真是有些不知足了 当下干咳一声 经低腰魁收入那界 抬脚便是对着森林北面兴趣 动身吧 那天母山脉恐怕已经被人海所填满 不知道那十个名额 我能不能够抢到 这可是突破窦黄的契机呀 说什么都不能放弃呀 硝烟在心中默默地念叨 第九百九十一章 抵达天母山脉 聪裕的山脉尽头 一道销售身影 环步自那幽暗的森林之中行出 随着这道身影的出现 一股淡淡的雪星煞气 顿时栩栩地散发而出 方圆十里之内 凡是嗅到这股雪星味的魔兽 都是犹如兽精一般急忙窜退 走出这座山脉 消耗了将其硝烟二十天的时间 而他也过了二十天 风餐露宿般的生活 不过虽然挺艰苦的 可苍茫森林的的确确 是一个魔恋人的好去处 如今的硝烟外表看上去 虽然略显狼狈 各种魔兽的血迹 倾洒在身体之上 披头散发的模样 犹如野人一般 原先那股危险的感觉 似乎也是在此刻尽数消失 但当那对漆黑毛子 抬起之时 感觉敏锐者 方才能够觉察 那股令人感觉危险的感觉 并非是消失了 而是隐藏进入了 几骨子之内 一个腕表不起眼 但骨子中 弥漫着危险的人 方才是真正的危险 因为他能够在不经意之间 给人以致命的一击 站在山脉的尽头 望着山峰之下的那条大道 敲得其上来来往往的人影 以及喧哗的人声 硝烟精神 不就得有些恍惚 修炼的确是一件 孤独而枯燥的事 想要成为别人眼中的 敬畏的强者 所付出的努力 与孤独 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这个理由 从当年 他自乌坦城离开时 便是有所觉悟 如今对其了解 更是深刻 深吐了一口气 硝烟手指 揉了揉眉心 由于这段时间的淬炼 几乎成为了惯性 因此在灵魂海域中 分身无时无刻 都是在接受着 陨落心眼的淬炼 虽然这样一来 对硝烟的精神消耗 是一个颇大的负担 不过好在 身为炼咬师的硝烟 对于如何消解疲劳 还是有着一些手段 因此方才能够 从中适应下来 那天目山脉的能量潮汐 应该也是要开始了 不过索性 距离此处并不远 以我的速度 半天之内 便是能够感到 硝烟从那节中 取出地图 细细地查看了一番 然后目光望向北方的天际 低声自语地 喃喃了一声 北间一阵 一对绿绿火翼 便是徐续伸展而开 在得知着自己 这对古翼 是属于那所谓的 天妖皇族之后 硝烟也的确是 小心了许多 天妖皇族的实力 必然是要比 风雷阁更强 他可不想 在这种时候 为自己惹来 如此巨大的麻烦 因此古翼 也只能在关键时刻 才能动用了 虽说如此 自己的速度 会减慢许多 但为了小命 也只能忍了 毕竟当初谁能知道 那该死的魔兽干尸 居然来路这么大 火翼伸展而开 硝烟脚尖一点地面 身形便是拔身而起 旋即搜的一声 化为一道碧绿火影 对着北方天际 暴夺而去 天目山脉 即便是放眼 整个中州北域 名声也是极为响亮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自然便是那每三年 出现一次的天山雪坛 那种神效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都是拥有着 莫大的吸引力 而这绝大部分人 又是以年轻一辈人为多 因为雪坛的那种脱胎换骨 助人突破平静的神效 对于年轻一辈 效果更大 当然 为了培养本宗 或者本门的年轻优秀者 一些大陆势力 自然也是会对天山雪坛 极为的关注 斗黄 斗黄与斗宗两个级别之间 是一个极大的翻水岭 在这中州上 斗黄强者的确能够称为强者 但那只有称为斗宗 风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强者待遇 一个家族 如果说斗黄是核心精锐力量 那么斗宗则是真正的顶尖力量 只要一个家族拥有一名斗宗强者 那么其名声与影响力 自然也是将会远远超过 拥有十个斗黄 而没有一个斗宗的家族 这便是斗宗的影响力 由此可见 斗黄与斗宗之间的差距 是何等的巨大 当然 若是一个家族拥有一名斗宗 即便这斗宗 不管理家族中之事 但这个家族也必将会成为一方剧情 即便是封雷格这等强大的势力 与之说话 也是得客气对待 斗宗这个级别 即便是放眼中洲之上 也是真正的顶尖强者 在加玛帝国或者黑角域 只要拥有着一名斗皇或者斗宗 便是能够称为所谓的一流势力 但这种一流放入中者的话 则是只能勉强进入二流地步 而这便是差距 至于斗宗嘛 拥有着这等位于传说中的强者的势力 已经算是能够成为那种超然的存在 寻强势力之间的争夺 在他们看来犹如儿戏 犹如这种争夺 在一名斗宗强者的眼中 挥手间便是将会瞬间崩溃瓦解 当然那个地步 距离硝烟等人来说 实在是太过遥远 现在他唯一的念头 便是先将自己突破斗皇 进入斗宗级别 因为只有进入斗宗 他方才有着与勋而相见的资格 其背后的那个神秘的古族 并未在中州 那所谓的一塔二殿 三宗四谷四方阁之内 但硝烟敢肯定 那所谓的古族 实力绝对不会比丹塔 甚至魂殿弱 而他想要顺利的 从这个族中将勋而带走 那么必须是 拿出令他们认可 或者无法反驳的实力 而这的首要前提 便是得进入斗宗级别 不过 虽说如今硝烟已经是九星斗皇 而且经过这二十多天的森林苦修 实力更是略有精进 但这只突破斗皇 依旧是有着不小的距离 九星斗皇虽然与斗宗 仅仅只是一星之隔 但就是这么一星 却是令得无数天赋杰出的天才 在这里永久的停下了脚步 直至死亡的一刻 而也正是如此 那天身雪坛能够帮助人突破平顶的神效 方才能够无限的扩大 最终令得中州北域无数年轻的强者 甚至风雷阁者等势力 都是惧不畏死的对着天目山脉涌来 所谓的便是能够成为那十个名额之一 如此珍贵的天身雪坛 按理来说 自然是应该引来众多强大势力的战友才是 但至今为止 却是未曾有着一个势力成功的将之独占 即便是风雷阁这等势力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毕竟这个天身雪坛牵扯太大 独占的话 必经会成为众矢之之地 而且风雷阁也不是没有对手 四方阁彼此间都是各自看不顺眼 都想压对方一筹 自然是不可能看着对方独占 所以在众多势力的彼此牵扯下 天身雪坛至今为止 都是无主之地 当然 如果真是要说主人的话 或许天目山脉的那些原众魔兽 能够勉强算上 但可惜呀 人类可不会因此便罢休 天身雪坛的吸引力 足以让得他们恨不畏死地扑涌而去 在硝烟片刻不歇地 赶了将近五个小时的路程之后 一座被浓郁云雾遮掩而下的庞大山脉 终于是逐渐地出现在了其视野之内 天目山脉 应该是硝烟这么多年所见过的 最为壮观巍峨的山脉 即便是加玛帝国的魔兽山脉 也是不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浓郁的云雾将山脉大部分 都是笼罩而进 另的人根本难以看清 其中究竟拥有着什么 而且那云雾之中 似乎还蕴含着一股极为浩瀚的能量 在这庞大的能量之下 即便是硝烟 也是不由得有些心寒 难怪无人敢从高空飞进去 这天空上的路 简直就是一条死路啊 站在高空 俯视着下方山脉的进入地点 望着那近乎密密麻麻的漆黑人海 硝烟不由的有些头皮发麻 虽然知道这天山雪坛诱惑力 定然不会小 但当看见这如此庞大的人海之后 他依旧是为之感到惊恶 要从这无数人之中 得到那小的可怜的十个名额 这困难度还真是不一般的大呀 苦笑了一声 硝烟选了个偏僻的地方 降落下山形 然后方才跃下山峰 几个闪烁间 出现在了天脉山脉之外的一棵树顶之上 目光早了早 发现周围那些树顶上 居然是盘腿做了不少人 天目山脉由于中年被云雾营绕 而且加上其中实力强悍的魔兽众多 因此安全的进入点仅仅只有三个 而硝烟现在所在的地方则是其一 不过现在的那入口已经被人海所占据 就在硝烟为这浩大的场面而暗叹时 一道清澈嘹亮的贺民之声 突然自远处天际响彻而起 当下顿时将周围无数道目光 皆是吸引了过去 硝烟目光也是顺着望去 只见得远处 一头通体七彩的巨鹤 正煽动着巨翅 飞快地对着天目山脉飞躲而来 阳光照射在那七彩羽毛上 反射着耀眼的光泽 绚丽异常 哎 居然是七彩灵鹤 这不是风雷阁的那位 凤小姐的坐骑吗 当众人见到那七彩巨鹤时 一道道惊讶的声音 顿时响了起来 文言 硝烟顿时一皱 旋即眉头微皱 又是风雷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